相信了一句话呀 虎毒不食子嘛 才知本案误入歧途 不过这个男幽一死 我现在倒是更信另外一句话了 人心险于山川 那个旧货店老板假人前来报案 说他看见了倩娘并捡到了玉簪 这就是倩娘根本摆脱不了杀人的嫌疑 可经咱们现场检验呢 他看见的根本不可能是倩娘 是别人假扮的 这男幽一死倒是足以见得呀 这个假扮倩娘并丢失玉簪的人 就是这个男幽 大人 你说那个男幽谋杀礼堂 是不是为了抹取那三百两银子 要是为了三百两银子 他何必假扮倩娘呢 又何必偷那个玉簪呢 用他假扮倩娘杀人嫁祸的 显然还另有其人 那男幽还不是真凶 男幽绝不是本案的真凶 可是他为什么自杀呢 谁说他是自杀 明摆这是他杀 大人 何院外求见 宋大人如此说 我真是遮杀老妇了 大人是百姓的父母青天 老妇不过是一介草民哪 话不能这么说原外 您虽身不在仕途 但富甲一方宋某也不敢不遵哪 请 难有一间自尽身亡 那他罪有应得 我女婿的渊轴总算是爆了 老朽今日是想领小女回家呀 我的小女命不过啊 宋大人老朽的意思是那男幽一死 小婿的案情也就真相大白了 那小女也尽可脱衔了 原外 你怎么就知道真相大白了呢 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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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男幽没有悬梁自尽吗 男幽是悬梁自尽了 可是这跟女儿涉嫌杀人是两回事 不可做同论呢 那难道不是那男幽 瞧办小女杀人越祸吗 是啊 可是她已经死了 死无对证啊 那照此说 除非男幽死而复生 小女便永无脱衔之日了嘛 那就看本官能不能够弄清楚一件事了 什么事 人们 那男幽不是你府上的人 他是怎么得到那根玉簪的呢 这 哎呀 那男幽趁小女熟睡之际 哎 从窗口探手进去盗取玉簪 那也是情理之中啊 哦 那就是你女儿睡得太沉太沉了 嗯 一定 一定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原来 你如此怜爱你的女儿 足见一颗父母之心 宋某是非常钦佩啊 哎呀 宋大人你是不知啊 老夫就这么一个女儿 她母亲死得又早 她是把我祭堂爹又当娘啊 哎 小许这么一死 我的女儿 也要收刮众生啊 我们毕竟是亲生骨肉啊 对啊 你们是亲生骨肉 宋大人您这是 嗯 原位 本官掌管行语多年 历经无数骨肉相残 兄弟相伤 刑案太多了 每每想起情难自尽 原位见谅案 哪里哪里啊 老朽也咎有耳闻 若宋大人辅良善善恩 您豪华甚微啊 今日一见 宋大人的官德 应人可敬啊 宋大人您功务繁忙 老朽告辞 等一下圆外 还有几件事情想问问您 京阳 案发当日 你跟你的女婿李唐 好像签过一纸合约 有这么回事吗 嗯 让我想想 不用想了 原位 合约上写的是 如果在半年之内 如果李唐开不起这个酒馆的话 他就得把整个李氏庄园交给你 是这样吗 是啊 是有过这么一纸邪约啊 看那是老夫想断旗后路 哎 破失小叙 收心进取 我呀 只是写写而已 从未当真哪 原来如此 圆外请办 兴趣